哇 这什么呀 好臭呀 这个是我特地托人去买的 放下吧 是 这些史书冰书 以及四书五经 一定要抽时间熟读 听太医说 这是对胎儿极好的造教 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 读什么史诗 你若不行 朕会从轩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 皇上 我错了 真知道错了 真知道错了 大错特错 我应该好好地在宫中养胎 注意胎教 罢了 书就不用读了 退而求其次 不如你学学刺绣 说不定 怀的是个女儿呢 不不不 万一是个男孩呢 学刺绣 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 朕的儿子 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就请皇后为朕绣和荷包吧 也好修身眼了 幸福 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 无日后 朕来取你的荷包 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会修荷包啊 在那里是否 嗯 我 exposure 我和你太客人 你不客气了 我都喜欢 攻击你 你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了 我都在摇取你的荷包 你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了 我都在这儿子 我还不客气了 这个啊 是我特地托人 从马来运过来的榴莲 来 吃一个 不用了 谢谢娘娘 那我自己吃了啊 这次把你找过来啊 就是想跟你说 你跟杨妍的事就算成了 不过这婚姻大事 除了求个两情相悦以外 还关系到很多其他问题 林儿能找到如意郎君 都是托了姐姐的福 姐姐有何事吩咐 尽管开口便是 你呢 嫁到杨家以后 要跟杨妍好好相处 你跟杨妍越好 我跟家里就更好 懂了吗 姐姐你大可放心 林儿明白 我与杨妍的结合 便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 林儿又是张家的女儿 理应处处为张家排忧解难 林儿也会与杨家上下和梦相处 更何况杨妍又是我喜欢的男子 哎呀妈呀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这种 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 哎呀 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 怦然心动了 谢谢娘娘夸奖 哎 林儿啊 来 吃个琉璃 我不用了谢谢娘娘 闲小 不是 大的给你 来来来 谢谢娘娘我不吃 我还给呢 我现在就给你吃 来你吃一口 吃一口 我真不吃了 你就吃一口 谢谢娘娘 你吃了肯定爱吃 不吃了 可惜你跟杨妍情投意合 却不能先谈个恋爱什么的 原本我和她是不该见面的 可是她竟然会飞檐走壁 并是从我的房檐上飞下来的 我险些还以为 是家里遭了贼 吓了我一跳 哎 她飞檐走壁这一点啊 我也是深受其害 以后我见任她 让她稍微注意点 姐姐 千万别让她改了这一点 为什么 这一点 才是她最可爱之处啊 在樱花树旁 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男子 哪里有邪恶 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这真是 风一样的男子啊 原来这里的女子也喜欢蝙蝠侠呀 姐姐 蝙蝠侠是何物啊 哎呀这个蝙蝠侠呀 蝙蝠侠就是蝙蝠侠 哦 凌儿啊 你跟她的事呢 还有最后一道怪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谢姐姐 走 嗯 第一次见她下来吓一跳吧 是啊 哎呀 今天你要嫁给我 皇上 你看这花瓶中 哪一朵花最漂亮 嗯 哎这朵 啊 你这是干什么 花术 讲究的是整体 一枝独秀的花太枪眼 反而就不好看了 你小子 是在嫌我强出头啊 还好啊 我是做足了功课 怎么 找朕有事 的确有事 是想求皇上成全 说吧 我家堂妹啊 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颜 两情相悦 难舍难分 你说这百年难遇的 纯真感情 实在是难得 所以还请皇上赐婚 成全了他们 相信皇上最明白 爱一个人的滋味吧 啊 朕懂 不好受吧 这个 无需你操心 哎 真是不好受啊 如今这两个小朋友 算是坠入了爱河 正所谓 落花有琴 流水有意 千万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一江春水 向东流啊 朕许了 啊 啊 这就许了 明日一早 朕就宣旨 君无戏言 那我先替杨颜那小子 跟张玲玲谢皇上了 朕只是希望 你临产前的日子 不要再东跑西跑的 待在兴盛宫 好好养胎 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 好 北方那个炊 人的生命 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 要么忙一生 要么赶着去死 出门去堕掌 争起那个天 在山那个晚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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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山给了 你 你 你 我 居 你 爹爹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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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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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再也不敢了 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谁要把我放出去 我就跟谁挤 皇上 我怎么在这儿 我刚刚干什么了 不会是抽风了吧 娘娘 吓死我了 您在想 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 夏说什么呀 好好好 不提不提 娘娘您继续想 奴婢先走喽 先别走 我有事想问你 娘娘您说 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 做了她不喜欢做的事 她还会再来找她吗 强迫 娘娘 这种事奴婢没经验啊 算了算了算了 要是我自己 我也不会再见她第二面的 皇上 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 您有什么烦心的事跟奴婢说说 奴婢就算帮不上忙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 江公公 朕正要问你 昨日朕醉酒 夜宿兴圣宫 你为何不拦着朕 皇上 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 那 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 那朕再问你 如果朕 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 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 想去看看他 您说 他能谅解朕吗 皇上 您可是九五之尊的皇上呀 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 就算要是做了什么 那也是您对他的语录恩责 他会感激您的 朕是说 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 他能不能谅解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那就不会了 那如果这个人 带着十万分的歉意去见他 会不会得到原谅 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 皇上驾到 他竟然来了 月月 你快看一下 我这打扮行吗 娘娘 您的气色好极了 包括您穿衣打扮呀 也都美极了 您快去见皇上吧 好 皇上 既然来了 怎么不进屋啊 朕觉得 进去说话不太方便 就在这里说吧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不是您说的吗 朕今日来 就是想告诉你 虽然你是朕的皇后 朕对你做什么 都是理所应当 可是朕 不喜欢强求别人 做都做完了 说这些 不觉得太虚伪了吗 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 是非分明 所以朕向你保证 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 再也不会做出 违背你心意的事了 皇上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 朕想知道 自然会知道 朕想告诉你 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 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 从今日起 朕会用尽一切方法 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 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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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怎么做 从即日起 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 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 更要与你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你最好说到做到 你最好 说走就走 保持距离 你都盯着桑 你心疯了 我做伤感 你得不耐心 那是你的 你不肯定 那是你 你不肯定 我看看那是你 我给你 你不能想 有什么 我就是你 娘娘 娘娘 据可靠消息称 皇上和蒋公公去幽兰殿了 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 不动我一根手指头 合着又想起僵尸的好了 按理说我身材比她好 不对 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 对呀 娘娘 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 绿莉 你还是去看看吧 看看什么情况 皇上 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 又缓和了许多 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 茗玉 很多时候一脸无辜 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 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力气 刺痛他人 更刺痛自己 你知道吗 皇上 奴婢已经不再舍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 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 伺候着你 你留在朕身边 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 也会让朕悟了自己的感情 如此下去 是害了你 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 希望你能明白 皇上 求您别让奴婢离开您 来人 赐酒 皇上 这是要赐死奴婢 娘娘 怎么回事 大事不妙 我去了之后 门口有侍卫把守着不让我进去 说是皇上有事要谈 任何人不得入内 有事要谈 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 不行 齐圣她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 想都别想 走 好 好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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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人 只要不在皇宫里 管他是死是活 何去何从 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 说得也对 管他其生是怎么想的 只要僵尸不留在宫里 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是 是 是 报 皇上齐报 太好了 杨将军率军大破芸汐 至此 芸汐并入我南下版图 杨将军现已搬世回朝了 陈公公 在 皇上有何吩咐 转令下去 待杨将军归来之时 为他接风洗尘 是 皇上 皇上 这青春期都过了 怎么还这么倒啊 娘娘 娘娘 微臣给您请安 张太医 你可算是来了 来 娘娘 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部生痘 是缺乏 缺乏什么 缺乏 难道是没打炮的原因 娘娘 臣要说的是 行了 你要说的我都明白 退下吧 那臣先行告退了 玉璃啊 我有多久没见到齐生了 奴婢也记不清了 大概 有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嗯 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 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 现在让我尝了个鲜 又藏着咽着不给我了 你说我能不那份蜜食条吗 娘娘 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 念这一脸的道 怎么面圣呀 好 明天就能见到齐生了 嗯 那我这一脸的痘 终于有救了 啊 明天 嗯 杨将军请 哦 谢皇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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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什么没看到 我只有主动了 皇上 你怎么都不吃啊 我来给您夹菜 张蓬蓬 你这是干什么 你说要干什么 你这是在对阵好吗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是不是太刻意了 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 哎 你不喜欢吃菜 那我给你加肉吧 吃肉 才有力气嘛 有力气做什么 哎呀 没什么了 嗯 哎呀 你要是不喜欢吃肉 我陪你喝酒啊 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我先跟没见 嗯 嗯 嗯 张蓬蓬 朕觉得 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 叫为妥当 嗯 嗯 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 人家才不要回去呢 人家坐在这儿 还可以照顾你 保护你啊 保护朕 嗯 朕无需保护 你在这儿 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 请你与朕保持距离 老公 我知道你要面子 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 晚上你陪我回新神宫 有什么话慢慢说 啊 是个大喜的日子 朕 终于盼回了杨将军 各位爱卿 不必过于拘礼 要带朕 陪好杨将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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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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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朕 恭送皇上 啊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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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你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 指不定有什么好事 此话怎讲 俗话说 老天狱要你灭亡 必先让你嚣张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 你有没有觉得 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千情 黄金美眷无数 就连黄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 这一时间啊 杨氏一族啊 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 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嗨 娘娘 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 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 也是 不过齐盛现在对我 是连正眼都不巧一眼 就连我脸上这些道 他都没看见 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 由此可见 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 看来我皇后的位置 怕是不薄了 快走 走 九王 娘娘 你的脸是怎么了 别问了 对了 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颜说一声 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 别那么得瑟 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 为什么呀 最近杨家风投正望 数大招风 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 九王 还有 我最近有点乱 看到你我就更乱了 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你可能会有什么要救 你为什么会有什么要紧事 我找到一港 只是委屈了杨将军 皇上 臣肝脑涂地 在所不惜 杨将军 为南下朝征战沙场 出生入死 朕对你的那些风赏 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厢热治 但如今 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将 皇上 您此番话 真是折煞老臣了 那些风赏对臣来讲 远不及为皇上排忧劫难 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 才不得不做此打算 如果朕 再不做什么 怕着他们真的要犯了 舅王行事一向谨慎 皇上的计谋 正是趁他风投阵望 放松警惕的时候 让他们不知不觉地 卷入其中 这便是温水煮情乱 朕 就是让他们不亦察觉 慢慢卷入势对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便为时已晚 皇上 杨将军请放心 朕不会真的动手 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 皇后也必须要明白 谁才是他真正可以依靠之 皇上圣明 杨将军 到时候 范玉石那边有什么需要 你也帮臣一把 尤其是杨延那边的动向 你需要及时和范玉石同期 臣一定谨记于心 朕说的不诚 你等记住 一步都不可以走错 是 皇上 杨家大货封赏 我们更要谨言慎行 这是彭峰特意嘱咐的 女神弄发话了 那必须遵守啊 你 什么情况啊 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 此时不宜图生时短 放心吧 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 车受损也不严重 你走吧 不用你们赔了 不用我们赔了 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 赔 这条路本就不宽敞 难免发生事故 你我各退一步 也就罢了 你眼瞎吧 这条路窄吗 你们步紧步慢地走呢 影响了别人的驱车 你怎么说话呢 让你家主子出来 我跟你说不着 这是谁在叫我呀 原来是范玉石啊 刚出了点小摩擦 都说自己人 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杨公子 你刚才说的话 本玉石可都是听道理的 你当然是没事 可我的马儿受了惊 车受了损 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 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啊 我这老寒腿又 又发作了 你说 这如何是好啊 说吧 是不是缺钱花了 这 这是什么花 你以为有钱能百平一千吗 范玉石 如果深究起来 此时并非我一方之错呀 你 九哥 别跟他废话了 就这儿没事找事 有娘娘的话就是 你呀的儿 没事找事吧 你呀谁呀 你怎么敢推我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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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事情朕都明白了 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 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 对你大打出手 可是如此 是啊 皇上 那扬言将我的臣妇报答 还辱骂她是 是 是丫 我的臣妇不堪受辱 昨夜 投何自尽 各位爱卿 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 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 丽皇上 九王那一荡荡人的信思作风 大家糟蹲的背后议论纷纷了 对于哪儿赶的那些死心 大家是都很不满意 确实如此啊 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 那简直是 庆祝难受啊 他们如此嚣张 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 这 这 皇上 这国死心要是已知追究下去 可能会搏击 搏 搏 搏击 搏击什么 皇后 张家 朕乃一国之君 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 皇上 这事要是谁救下去 确实搏击到 皇后娘娘和张家呀 对头 还有跟九王关系好来的小王爷 也拖不了赵赵 好 既然如此 那就给我查下去 挣给你们三天时间 给我一五一十地查出来 是 要得 爹 您打我没关系 可是原谅我这次吧 你这个不孝子 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明 我告诉你 从今日起 我不许你再出门了 爹 我不就碰瓷了吗 这事不赖我 你还敢狡辩 你以为你是官二代 富二代 你就能为所欲为 目中无人了吗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你爹我 你就是个屁 你爹我的老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爹 你就别再打他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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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酒帝的口味这么重吧 啊 酒帝 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呀 茶当然还是要喝的 难道酒帝 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酒帝啊 我可是被你们拉上这条贼船了 你可是这条船的船长 你可不能让这条船沉了 现在似乎还不至于沉船吧 也许我是存着侥幸心理 这御史案的史因过小 想要牵扯出太多的人和事 也并非一事 说得挺有道理 所以 一不变应万变 不可自乱阵脚 火上浇油才是上策 说得这么高深 还不是没办法 酒帝 你慢慢玩 皇上提相 免礼 启禀皇上 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 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 请皇上明察 果真如此 你们先说来听听 免皇上 据查实 央家委托张家的人 埋了个焉天力 不安 此事不能忍 皇上 神都脚晚有 有一块黑豪黑大的天兔 说好了是公平亲家 这个贵儿子张家利用权力 大通了上下 把那块地第一家买给了九王 滥用职权 寻思舞弊 不能忍 接着说 杨家公子杨延大婚当日 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 是卖菜的不能出摊 做生意的无法开门 真是名不聊生啊 行刑八道 不能忍 皇帝 一个次九王大了 撑出来我的脚下手 跌出两分 只管这钞票没大 这两分差别人都没复过了 皇上 我有什么 杨家军带着个人子到那里来西 个人子绕着人绕着黑 爱上之处 等个来说了 我说了 把那小公子给我说 把老的正要问 你又骗了什么 老子们 啊 有这种事 老弟 跟他家在澳洲发起家事 了 因为他在家里 都把我家买给了 杀光的杀 已经在了 不要索贴了 这我 不肯定 就我家里有没有 不肯定 有这个人被人被 被人被人被 被人被人被 就因为我家里因为起来 没被 都老了 老弟 皇上 还有 那九王因为长得太帅了 把我宫里的小太监给 给活活摔死了 皇上 这样的不正之风 一定不能再盛行啊 皇上 皇上 此事为己 寸妄之求 再不掺除朝中的邪恶之人 那是有王国的呀 皇上 明察 明察 好了 既然事情已查明 该如何处置 朕自有定夺 谢皇上 九弟呀 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 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 听说了 现如今啊 皇后和杨延那儿 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 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商量此事 你有什么对策吗 依我对皇上的了解 他若真的想办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 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 如瓮中之憋的感觉 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 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已经为时已晚 九弟 此茶为何如此之酸啊 我喝的是醋啊 醋 心中太酸 只能以酸攻酸 九弟 你的口味真是重中之重啊 你的口味真是重中浅 你 schwё叫 诶 我 你 我 我 我 你们俩这二重唱能不能停一会儿啊 把我这脑子给哭断片了 事情发展成这样 娘知道你在强忍着 你别为难自己 想哭你就哭吧 是啊 娘娘 遇到这么大的事 哪个女人不得通通快快地哭一场啊 你别别坏了 子哥 其声她不仅占了我的便宜 还把我逼到这个份上 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但是当务之急 我们是要想对策 想办法 哭有什么用啊 哭哭哭哭哭 娘娘 您先别管有用没用 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 这样排毒 对 排你妹的毒 绿莉 我一直没跟你说 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 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 我看脸的孩子呀 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 你 你不知道 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隔职查看了 恐怕这次皇上是要来震探了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原本我和你父亲以为 皇上只是树立风气 可没想到那几个御事 天天到大明宫去闹 这什么八嘎子打不着的破事 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 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 百人怜悯上书 现在看来 齐盛只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 才起了这么多势度 我是一个众议的人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我不会让任何人 替我担这个责任 难道 娘娘 你已有了妙计 别哭了 别哭了 皇上 你 这身装扮 蓬蓬觉得 作为皇后 总在人群中 五彩斑斓 金光闪闪地惹人注目不太好 还是肃静一些 皇后 为何突然有了这等觉悟 这段时间 我做了深深的自我检讨 我觉得我这个人 个性张扬 爱玩 毛手毛脚 不太懂得固权大局 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这是病 得治 朕觉得 一个人想要改掉本性 是很难实现的 是啊 所以希望皇上 能给我一个机会啊 人能了解到自己是最难的 我现在 已经走出了认识自我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 我离改变自我的第二步 不远了 朕知道 你能服软麦乖 低眉顺眼 是形势所迫 可 朕还是愿意听你说这些 说吧 可是为了御史安一世来求朕 是 还希望皇上 从宽处理 给朕一个理由 杨妍那孩子还小 年少轻狂 神气方刚不懂事 再说 他爹也老了 一辈子挣扎沙场 才换了我们的安稳 记着说 再说九王 彭彭平时确实与他多说了两句 但是绝对没有越轨的行为 彭彭对他 更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知道 皇上一直误会我们有一对 你要知道我多委屈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与张王 连是同兵相连 都是因为僵尸 我常与他在一起治愈疗伤 想着用什么办法 才能裸露爱人的心 他也不容易 现在僵尸又 还有 僵尸又不能停 这又戳您的废管子了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别哭了 你这个哭法 朕可受不了 原本 朕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 更想让你明白 你应该依靠的是谁 那还用说吗 我早就想好了 我最应该依靠的就是皇上您的 但愿 你是真的这么想 等风波过去后悟 这会从轻处置 你不要再哭了 皇上此话当真 君无戏也 皇上 您之前说过 要得到我的心 我觉得 只要您愿意 那些都不重要 我随时都可以 不管您是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得劲儿了 随时来行手工找我 真向你道歉 真忘了刚才 要和你保持距离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张灵从军中开除 永不复用 扬育薛其爵位 夺其兵权 扬育之子扬言 收回其宅院两处 九王将为郡王 罚三年俸禄 钦此 谢皇上恩典 这就完了 那我呢 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能让朕罚的 你是有官职还是有爵位 你是有房产 还是有田地啊 你是不罚我 可你这更加羞辱了我的人格 践踏了我的自尊 让我这辈子都 够了 这次的事情 让朕给强压下来了 朕只愿你等清后 严于律起 洁身自厚 都下去吧 臣谢主龙安 谢主龙安 哎呀 滚 滚啊 嗨 没想到娘娘的庄铺还真流行起来了 没办法呀 虽然过去了几日 风声依然很紧 只得伪装前来 先说正事吧 两位辛苦了 先喝点水 先喝点水 此次齐盛就是想警告我们 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他想杀我们 就是易如反常 本来这次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谁知道还能风凶化急 躲过这一劫 你倒是个乐天派 齐盛没杀了我 可我老爹快把我打死了 好好好 此次齐盛看似没有危及任何人的性命 但实则却借机夺走了杨家的兵权 削去了我的爵位 这等于把我的实力全部夺走了 张灵乃张家最大的羽翼之一 让张灵离开军中 就等于让张家元气大伤 就等于让张灵离开军 九弟啊 相比于杀头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们九哥能这么想吗 九哥可是心比天高 当然 他命并不比纸薄 我 我是想说 好了 齐盛他做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我们 我们的命都在他的手里 他想杀我们 随时可以杀 只是看心情 确实也是 自己的命运 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是挺难受的 为了日后能摆脱这种困境 我们定要处处小心 谨言慎行才是 杨将军 此次就委屈你和杨家上下了 皇上 我们杨家 一切的东西都是皇上给的 我那逆子杨言 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皇上 却肯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 臣一时感激不尽 杨将军 快快请起 皇上 臣有一事不明 不知当奖不当奖 杨将军事想问 朕为何不借机将他们一举拿下 是吗 皇上圣明 臣想 皇上是因为皇后娘娘吧 不过 他只是一方面原因 更重要的是 此时正是北墨兵变 更是到了用人之际 朕 必须维稳朝局才行 皇上圣明 不过 臣有所疑虑 如果真到了用人之际 这赵王和九王也难以安置啊 这便是用人要移 宜人要用的妙处所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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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如此年轻 却能高瞻原主 真是令臣佩服啊 老臣 敬您一杯 娘娘 咱们这次呀 算是躲过了一劫 这说明皇上 是真的心疼您顾忌您啊 让我矛盾的正是这点 其声他明明对我们恨之入骨 却不对我们下手 也不愿意和我走得太近 我实在是猜不透 他到底在顾忌什么 还是他另有阴谋 这世上哪有什么人 是一眼就能看透的呀 这世上哪有什么人 我实在是猜不透 有的人呀 就是让我们留着慢慢看的 怕是其胜这个人 我这辈子都看不透 我最讨厌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他人手里 这件事情 更加告诫我 我要与九王坚定地走在一起 谁呀 唐唐 你为何做出如此拧巴的动作 别碰我啊 我这是练太神武功的 我这心里拧巴 拧你就舒服了 如今想要见你一面 实属不易啊 我是找了个借口 给你送礼物才前来的 啊 这盒子里的东西 是太皇太后送给你的 这个童心结 一直是我随身之物 现在 我把它赠予你 九王 谢谢你啊 可我现在动不了了 没事 你就拧着吧 九王 你送我童心结 这几个意思啊 蓬蓬送我的荷包 我一直戴在身上 我希望这童心结 你也能长留身边 北末之战 十有八九 我也是要前去的 我的心与你同在 即使战死沙场 我也无憾了 九王 谢谢你的好意 你放心 我的心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我现在不方便送你了啊 好 再见啊 慢走 强公公到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强公公 你怎么来了 奴才正式给您送皇上的口谕来了 皇上命娘娘于今日午时大明宫书房见 他要见我 为什么要去书房那么神圣的地方 娘娘 皇上还有一个口谕 那就是 不得问为什么 就爱跟我玩这种虚的 想见我就直说嘛 你们说 他这个是不是叫 爱装逼遭雷劈 娘娘 您一定要去啊 皇上说不定给您准备了浪漫大礼呢 大礼 最近怎么了 怎么都送我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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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 我可看你 你最配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